小选手们在竞技场上展现学习的成果 而这是土城国民运动中心所举办的 2018中华杯跆拳道锦标赛 值得一提的是还增设了幼儿组的选手竞赛 而市议员洪家军就指出 本身也曾经是跆拳道选手 了解到参加比赛的确是运动过程中不可少的一环 而从小扎根很重要 甚至这一次比赛还邀请到奥运金银铜牌选手 朱慕妍 黄志雄及宋玉琪等人 到现场与小选手们互动 透过这样一个比赛跟互动 让我们的孩子了解 我们有一个台湾奥运的选手在那边 如果说我继续努力的话 可能有机会他们可以像他们一样 甚至可以比他们更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努力规划这样的一个比赛 然后筹备这样的一个舞台 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一展身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用意 三位奥运国手也一亿颁奖给得奖小朋友 他们就认为学习跆拳道重要在学习的过程 而比赛的交流是可以获得成长的经验 因为从运动当中可以学习怎么样克服挫折 怎么样面对失败 那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是另一回事 最重要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获得很多成长 我觉得这个很棒 活动的举办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平台 这样的舞台 能够互相交流学习 也能够让家长多了解 知道跆拳道的相关的精神 培养发展那才会帮助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号召一下 我们除了政府以外的一些资源 来继续支持台湾道 我觉得台湾道要重返荣耀不是不可能 而过程当中银牌选手黄志兄还当起了记者 访问想学习们 比赛的感觉怎么样 是吗 很好很好很好 有没有拿第一名 有 有的有有的没有 你们要胜不交败不奶 继续加油对不对 你们的目标以后要比哪一个比赛 奥运奥运喔 你们都知道奥运啦 你们要拿什么牌 纪排 好加油 未来一定有机会 来加油 来我们跟他喊 透过运动竞赛向下扎根已武惠友 过程中相互的交流 学习运动的精神 期盼能培育下一代更多的奥运活手 中佳新闻 詹怡勋 卢秀娟 土城藏报导